大火不斷從建築物裡竄出 火勢猛烈 警校出動大批人力 到場救援 還有許多人受困 但是消防員駕駛雲梯 只能先查看狀況 第一時間沒辦法救人 因為裡面統統都是堅毅民眾 事發就在彰化石一棟大樓 晚間不明原因 突然氣火燃燒 其中第八九層是防疫旅館 總共有31人無法自行脫困 警校到場先拉水先救火 還有加快腳步穿起防護衣 要將受困民眾走出來 有十幾個月的關 十幾個 好 現在有防火門先蓋 僅好業者指出 目前防火牆都有關好 所以沒有人員受傷 但是火勢還是相當猛烈 許多簡易受困者的家屬 也只能在一旁等待 哥在七樓 七樓 現在只能在浴室的窗戶 跟消防員孤舊 民眾無奈表示 哥哥才剛回家 就遇到火災 只希望他能夠平安下樓 由於火勢遲遲沒有被撲滅 人員也沒完全疏散 不算我們有多分喔 縣長王惠美也到場 關心指導救援進度 我們的SOP下來之後 在分類如果他已經 都已經上張的 就馬上已經給送張機 來做相關的治療 那如果說是這個平安的 我們就會後送到 我們的這個防疫旅館 縣長表示已經做好 檢疫民眾或救後SOP 就算有意外 防疫還是不能出現破口 目前受困人員持續下樓 送往附近醫院防疫旅館 只是這些民眾檢疫期間 不能亂移動 還遇到火災 也讓他們受到了不小的驚嚇 TVBS新聞陳志忠